嗨小科学迷们一起来鲨鱼公园学科学吧 这里有好玩的科学实验在线课堂 神奇绘本科学动画 加入营队走进大自然体验屋外探索 小小杀课堂让孩子爱上科学 生肖转起来 上节课我们讲了十二生肖 那么如何知道每年的生肖呢 这和十二生肖的排序有着密切的关系 它们是按照固定顺序逐年替换的 一属二牛三虎四兔 乌龙六蛇七马八羊 九猴十几十一狗十二猪 当猪年过去了之后 又会从鼠年开始计算啦 自己出生的那一年是什么生肖年 自己的属相就是那年的生肖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自己是属什么的吗 我的生肖年 十二生肖按照固定的顺序出场 每年都有一个生肖作为代表 今年是2016年 是猴年 明年是2017年 就该猴子的下一个生肖出场啦 你们知道是哪个生肖吗 没错 就是鸡 小朋友们 傻儿生肖的顺序 你们都学会了吗 每年都学会了吗 你都学会了吗 梅 亭